在場的記者朋友問我問題可以提出來 請教郭教授或者我們郭大俠 我來教他意見 剛才郭大俠講現在手指頭可以組得出的股票 大致上告訴我們就要 這個不行 我從來不跟人家講這件事 不是 我說手指頭就是我一輩子買的股票 沒有我手指頭跟腳指頭加起來多 你懂吧 就是我現在有的股票 我告訴你 只有兩支 所以他一輩子買過的股票不超過二十支 但他長期只有蓮花絲也很久了 五六年前他們 六七年前他們在訪問我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我買蓮花絲 買到今年才買 你看多少 六七年 全部十三支嗎 全部賣的 我已經成功賣的 因為他好久沒到這個價格 今天來現在價格最高 賺了兩倍 當然兩倍 你可能說 就跟那個 這書上面有一個人叫李蘭縣一樣 那個李蘭縣他有出一本書 千千萬元 跟著李蘭縣 人之離日 富可低波 他說他殺進殺出七千萬 兩個月 賺多少錢呢 賺了一倍 成本多少錢呢 成本是十六萬 賺了一倍是三十二萬 但實際上 賺錢不是這樣算的 你不能說 我買賣七千萬賺了三十六萬 我覺得這個根本就是不值得學習 真正學習的是 我們股票數量夠多 要賺一倍或賺三成 那就是不得了 懂不 他如果退佣的話 可能比十六萬還多 他賺的可能不 他手機可以有好幾十萬 以目前退佣比例 他如果七千萬 他退佣 他輸到那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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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把他的交易通通公布 對啊 七千萬 我本來以為他賺了很多錢 我說哇 七千萬 他應該賺了不少錢 一倍 結果老大才賺了三十六萬 你幹啥呢 他真的是比我們家樓下非英賺錢還行 那各位 還有什麼問題嗎 請問一下郭大俠 就是您可能一年只進出一次的話 那你其他的時間 對 不會很悶呢 釣魚喔 真的嗎 釣魚 煮菜 我是標準的家庭主婦 光每天都要買菜 那平常要注意什麼樣的訊息呢 平常喔 平常 實際上沒什麼 就需要注意特別多了 你買兩支股票 你不需要那麼費事 那每天都會看這支股票 把小孩子管好 股票很容易啊 那不懶的 真的不懶 你不要把股票可不太負擾 可是這兩黨以外的股票 不會讓你心癢癢的嗎 因為我們跟你講 早期有曾經花過時間過 花一次就夠了 後面的都知道 有沒有 實際上沒有那麼花 不需要花那麼多 我不會花很多時間去幹這件事 我真的沒有花很多時間 我每菜市場的人都認識我 你真的都認識我 我騙你 多花很多時間去看小孩 我女兒北運 我兒子見中 就花很多時間去照顧他 那個才比較重要 真的 買菜 這個做好吃的 不要在外面亂吃的 都是胃筋 不好吃 這個也比較重點 股票這個 我告訴你啊 買好股票 低價買到 每天睡覺都賺一倍 不用花很多老錢 重點就是你要去學一些 基本的知識 這個大概要去了解一下 這個要跟郭富教授他們一起 我有時候亂講 就像今天一樣 有時候會亂講 大家隨便聽 不過在網路上也是亂講 網路上我也很隨便 所以網友他們看過的人都知道 我就是跟大家打成一片 沒有說我高高在上 我是什麼作者或什麼 從來沒有 我也是想 我觀念我也是想 跟你一樣 沒有任何差 這個投資你說難 當然很難 因為大部分人都賠錢 說簡單 也很簡單 昨天中午我一個朋友 跟我吃飯的時候說 五年前 說你買退休了五百萬 你就去買一百張的重碼 電信 後年錢大五十塊 每年會配四塊錢 後費 你可以再買 大概再買十張 現在你就只有一百五十張 那現在市值多少 他大概 一年大概六十幾塊 就九百萬 那他配息也很厲害 你有一百五十張 一年配四塊 一年就六十萬了 那一個月就是五萬塊 就等於是 中華電信當你的 這個月退嘛 大的中華民國政府 給你的月退 不一樣 那中華電信當然 長期大概有問題 一看 大家是認為他可能會受到一點 但到目前為止 影響都不大 電信也還是 心情好 要打電話 心情不好 跟他打電話 安慰朋友 所以就很重要 不太受到景氣的影響 所以說投資你說很難嘛 如果想通了 就不是那麼難 只是說你要再對著開明 那這當然是很高難度的問題 譬如說 大家在想 台灣的一家公司算不錯 上海上瓶 我們那一節 我們來的一個朋友 他是 做私機出身的 他在大概兩千年左右 上海上瓶最低的時候 二十塊左右 去擺在上海上瓶 四百萬 大概 到現在 因為他最近 因為憲政 這幾年配息不錯 他到今年他可以拿到 然後配息是 一百六十萬 就等於當時拖資的 因為他今年配兩塊吧 那一百六十其實是 非常大的數字 他當時 十年前他只拖了四百萬 不是太大的數字 那當然上海上瓶 像芭蘇回來 也有我一個朋友 他是在一百二十塊 更早的時候 去買到上海上瓶 他就做武藥 做了有一天 突然覺得說 人生在做武藥 沒有什麼意思 決定要退出江湖 那就想要把錢首度 那時候上海上瓶 上海上瓶是 很好的公司 我們所有人都同意上海上瓶 在1990年代 上海上瓶很好 那時候給了一百二十塊 他就覺得 他就在一百二十塊 就買了一億都全部買 買完以後 就開始 就由下瓶水 就沒辦法錢 但他沒有過關給休養 幾個月以後發現 人生太無聊了 沒做股票的 日子過不下去 就把那一億的股票 拿去直壓 兩成 兩千萬也不多啊 只要兩成很安全啊 那只要兩成就去買股票 那像日子就過得快了 因為有上海上瓶 升股息又配零 有兩千萬可以買股票 結果 在幾年剛好結果 結果 我都幫我破滅了 結果兩千萬賠光了 那上海上瓶又賠過二十塊 賠過兩成 結果呢 就被斷頭了 一無所有 所以說 這就是槓桿 是可怕就在這個地方 你上海上瓶 盪很多人賺很多錢 我想你如果買過上海上瓶 到今天沒有賠錢的嘛 如果你抱得住 你不要去融資 如果他當了一百十塊 到現在還是賺的 你不要融資就沒有問題 但如果一日融資 你就可能有這個風質 那這個就是說 我想 從上海上瓶的故事 就可以告訴我們 卓之基本上 比我們想像這樣更困難 因為你要抓對貪命 另外你要了解 你是哪一種的 如果你像過大概這樣的人 你就是價值性投資 你的資股不用高 但每家那個公司的產品 那個財務結構 那個獲利 經營者的品德 你都要非常的能掌握 因為你如果只有兩支 讓那個經營者出了問題 比如說雅馨 有加台灣的BCDE公司 把雅馨就垮了 那本來婚禮也很好啊 只是讓人給予很多人 一直對他有一些謠言 所以他當然不可靠 就就出問題了 那如果你買他來支 那你的風險就非常集中了 所以我想最重要你還是要了解 你自己 國資人還要了解自己 到底你是要 你的個性是甚麼 你要做哪一種國資人 然後任何一個國資人 都有他一定要做的功課 就跟你讀不同的系 你要讀甚麼系 要跟你個性一次 那任何一個系 都有他必須的學在 那我想這個是在國資上 基本上是完全一樣的 那各位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的話 今天就記得會到這裡 讓我們最後一樂隊掌聲 謝謝郭大俠跟郭教授 謝謝